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售一千股 入场费大概是4200元 如果用上限价4个1.7元计算的话 市值约获是56亿 《淡仔国际》这家公司有什么业务呢?相信各位比我更清楚 不需要我多说了 2018年日本的公司 东利多就用了19亿左右去收购《淡仔和淡仔三哥》 将两个品牌合拼 然后安排上市 目前公司总共有156间餐厅 150间都是香港的 少数是在深圳和新加坡 作为香港人 没有可能不知道 《淡仔国际》的新东西有多好 2019年至2021年 《淡仔收购》分别到 15.5亿、16.9亿和17.9亿元 而顺利分别到1.97亿、1.9亿和2.87亿元 就算扣除2021年 政府提供的1.54亿的补贴 《淡仔》在限聚令之下依然有钱责 比起其他没有政府補贴 就会虚钱的本地连锁食肆 譬如大家在大发会和泰兴 可以说是跑赢人家 但赚钱是还赚钱 在如今这个淡市之下 《淡仔》这次定价似乎非常进取 每股定价去到3.33亿至4元1号差 上下限定价差25% 用疫情前的业绩去计算的话 市盈率最高去到29倍 本地餐饮股市盈率大概都是十多倍左右 究竟《淡仔》是凭什么呢 看真的 原来《淡仔》这次上市的卖点是想要 杂志开拓海外和大陆市场 那就有最多了 大家都知道 这两年大陆的餐饮股是多么炒得 每个都售自己有14亿人口的市场 市值又没有一千到几百亿 如果《淡仔》真的那么好 可以成功打入这个市场的话 扣回市场份额的话 变成下一个九亿九 但到几百亿市值都真的不奇 这个梦都是它估值 够胆开这么高的原因 不过 发梦就还发梦 开得到新市场 这些大事 成不成功 不可能 在这一刻就预测到 事实上 以前《淡仔》和《淡仔》 都夹不到大陆人的口味 最终都是失败收场 而机构性投资者普遍 对《淡仔》这个计划 都没有什么信心 只有三个基石投资者 认购最多11%股份 不看得出 短期内都没有什么基金 打算是出手的 从抽新股的角度看 对了 这种本地公司 就是要博它知名度够高 可以吸引一批熟客家 利用市场动力去查一下 但目前《淡仔》的情况下 《淡仔》的认购反应 真的弱了一点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抽取 但从中长线来 《淡仔》的产品本身 就是由大陆传来 加上日本总公司的管理 日后成功 北上挖金 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就等它上市后 再慢慢观察 希望这条片 帮到大家 去对《淡仔》 上市 究竟静静一博 或者对这间公司 一个基本的形式 好吗 记得 继续支持我们 Share 和Like这条片 未subscribe的观众 总快按钟仔 subscribe 好吗 下一条片再见大家 拜拜